我们希望能够做到的是当我选择我的骨头眼睛骨头的node 我用page up找到上一节骨头 那么我们希望这个时候当我在转动我的眼睛骨头的时候 我的眼皮上下眼皮都能够跟着做适当的移动或者是说deformation的改变 那这个部分其实需要做到像是expression的写法 那我们会应用到的是在create底下helper底下的expo transform